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餐厅都得停业 但却露了位于微风广场内的EVB马来西亚风味蔬食餐酒馆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它露灯了一间 那我们至于刚刚提到的会财罚多少钱 我们会再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那根据实案法最高是300万 不只漏报了 问了也没有说直到28号才补证 餐厅周四中午才停止公餐 违规最重能开罚300万 但还有更大的缺失恐怕让被害人求传无门 特别新闻 金亚廷 肖明镇 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保龄查试案 两名死者排在同一天解剖 双方家属都希望能厘清真正的死因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沉重 非常的悲痛 但我们相信经过今天之后呢 检警 司法 会同相关的专家 机构 一定可以替我的父亲 还有我们家属 给我们一个交代 她是66岁阳性死者的女儿 父亲21号上午严重倒汗 紧急送往新光医院 一度以为心肌梗塞 隔天精神不济 23号进入加护病房后 病况持续恶化 肝肾衰竭 直到25号装上叶克膜 没想到隔天天人永隔 同样面对家人奏事的还有她 我在先生死亡的当日3月24号 第一时间选择报案 请检察官来商验 就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 谈起过世的丈夫 含泪哽咽 不明白先生怎么会走得这么突然 39岁的女性男子 22号中午和同事 前往保龄茶室用餐 不到72小时不治身亡 病程发展之快 家属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招架 质疑卫生局从马街医院取得的资料显示 死者当天到院前死亡 再加上是快速肝衰竭 为什么没有立即做食物中毒通报 传出女性死者的妻子 无法认同医院第一时间的处理方式 指控三重医院和马街医院 医疗程序有舒适 想提告究责 是否真的因为保龄茶室的食物导致身亡 两家人答应解剖离青 不能让死者走得不明不白 更希望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TVBS综合报道 现在两名死者的体内都验出米少俊三 保龄茶室陷入食安风暴中 不过出问题的真的是在果条身上吗 如今就连提味的酱料也被质疑要细茶 就有资深医药记者认为果条可能是清白的 提醒是不是什么酱变质了 而看看其他非当式的马来西亚餐厅 桌上都没有放酱料 如果顾客要求加辣才会拿出来 而保存方面更是谨慎 红辣椒青辣椒放冷藏约10度 森巴辣椒酱坚持当天现做 保温70度左右 一天内就要用完 其实夏天辣椒那种比较容易会变脂 会是坏掉的状况很常会发生 所以我们都不会放出来给客人 就客人需要的时候给我们要 治病源头米少俊三 到底炒果条该如何做才能过关 我们实际到厨房看看 拉开冰箱拿出冷藏的果条 温度约在10度左右 放超过两天就丢掉 另外下锅前闻味道更是重要 一旦有酸味就不会用 果条和蒜末辣椒一起大火会炒 再加些酱下颗鸡蛋 最后放蔬菜 而食材中豆芽菜容易坏 泡水冷藏可以延长保鲜 另外起锅装盘后用托盘端出去 也能让手不碰到食物 非当是餐厅店长坦言 炒果条看似简单 但细节处处不简单 因为过程太远了 所以如果它过来的时候 那种面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到 有时候高温状况下会有一点点变质 所以我们每次收到货的时候 等一会先吻一下 看果条会不会变质 做菜只要其中一个步骤 不用心或是偷懒都很可能引发食安危机 业者绷紧神经 就派能让民众安心吃下肚 提供新闻 新闻想刘宜轩 台北相报道 欢迎其实锁定时点 不一样 今天新闻焦点 赶快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保龄茶室的中毒案 晚间最新就是卫福部召开记者会 由次长王毕胜出面说明 说在死者的遗体内 有验出米啸菌酸 赶快来了解 这个记者会主要是因为今天 法医这边有做解剖 那他当然他的这个简体陆续会送出来 但是我们在从其中一个解剖的简体 那在血液里面我们有验出 所谓的这个米啸菌酸 也就是崩克菌酸 那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奇怪为什么标准品还没有到 其实是因为我们昨天开会完之后 那我们国内 那有一个医院 他还有这个 还有这些所谓的标准品 他就赶快提供给我们 那我们就给法医研究所 那所以 台大法医所 那台大法医所这边 他就开始做检验 那所以 在某一位这个解剖的过程 那他产生的这个简体里面 有验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米啸菌酸 那为什么特别今天开这个计程会 主要是说 因为这个跟我们调查的方向 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一般不是不可能验出这样子的 这个读数 那他有验出来 所以跟我们专家会议 昨天开的专家会议 大家的一致的这个认为 这个方向其实是吻合的 那么我这边也要再跟大家说明 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检方已经在做争败 那我今天也有跟这个 北检事检还有新北检 都有做这个 我们告知 那我想我今天定义 定位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初步的检验报告是这样 那么未来 我们还会做什么 那在这个方面 我们会再把这个 除了这两个 我们的解剖尸体的部分的简体 会继续验以外 那在医院住院的检体 我们也会拿起来验 那接下来的验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个问题 米酵菌酸呢 一直就是在最后 那个要把能量 硬币 ATP打出来的Pump 所以造成的结果呢 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最严重的后果呢 就是所有的身体的细胞 瞬间又失去能量 在失去能量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身体面耗痒 非常强大的一些器官 最快受到损伤 所以所有的身体的细胞 没办法运作之下 所以每个病患 我们看到的严重的 所谓的肝脏的衰竭 代谢性的酸中毒 因为没有办法代谢 所以全身呢 脑部 心脏 肌肉 全部都整个瘫痪掉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 它的浓度相当相当低的一个状况 就达到了这样子的抑制的效果 因此我们病患摄取之后 后续出现早期的一些 身体的无力 头晕 乌痛 呕吐等等 腹泻 来自于我们所有的肠胃道 也没办法去运作之后 后续呢 肠胃道的黏膜受损之后 因此产生 有一些血便的一个情形 立即的情形出现 血压呢 就掉下去了 衰竭之后呢 可以看到病患 重到急诊 在急救车上面呢 就已经整个瘫痪 我们看到他就是欧卡 院外就 到院前就死亡 保林查试的食物中毒案 全台累计19例 造成两死多人重症 那么北市法务局傍晚 也紧急约谈保林的执行长 李法轩跟登记代表人 两人身影多日后 终于出面 不过也在说明会中透露 保林公司目前是负债的状况 所以这恐怕也会让消费者 求偿无门 有没有要向各位大众来道歉 谈完了赔偿有问题吗 有没有要道歉 连续点了好几下头 接着白白手不发一语 快速离开 就穿着黑衣 戴黑口罩 头发围卷的 就是保林执行长 也是创办人李仿轩 保林茶室爆出事物中毒后 身影多日 终于现身到北市法务局说明 现在受害者有这么多 你要不要来跟受害者来道歉 用手遮脸低着头 不说话快速离开 这名黑发女子 则是保林公司登记代表人 陈亦凡也是首度露面 北市法务局约谈两人 原本还不愿出席 最终还是来了 会议短短一小时就结束 本来反反复复 那最后在五点的时候 也同意来这边 那现在我包含 刚刚的消费的明信跟记录 也是两边公司一起提供出来的 3月17日到25日 保林茶室有91笔的消费记录 但不确定真正用餐有几人 相信的明信将公开在卫生局网站 也提醒出现恶心呕吐 肠胃不适得尽速就医 另外保林也说要给慰问金 但金额未定 只是连保费都没缴 经历状况答上问号 保林坦诚 的确公司是负债状况 保险的部分他们的理由是漏脚 说公司当时可能经过一个投资失败 然后所以公司动荡 所以漏脚 消保官也有要求他们提供 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负债状况下 消费者恐怕求偿无门 圆摆A13跟大时代 除了将让顾客退费 保险能不能代为理赔 国泰产险说要厘清是否设计 圆摆责任 大时代投保的新安东京海上产险 则说两天内给回复 最好的状况还是在保险公司的保 保证的范围内 赔偿责任还没理清 新北28号晚间又传出新增一例个案 三重四四岁男子24号吃过保林炒果条 隔天腹泻腹透目前已经返家 调查后应该是先前公布的案例之一 只是保陵案几乎每天都有新通报 波及人数恐怕会持续攀升 铁月新闻 消敏镇家庭 SNG小组台北仓报道 继续带来关心国际焦点 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发动攻击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9人受伤 而乌克兰也不甘示弱 反抢可以用美国的爱国者系统 击落俄罗斯的耗石超音速飞弹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 则是在巡视军工厂的时候 否认俄罗斯有攻击北约的意图 一架俄罗斯柳叶刀无人机 一面俯冲撞上乌克兰的BMP2装甲车 当场爆开碎裂 而乌克兰的装甲车只有车灯裂了 几乎毫发无伤 BMP2旧归旧 但是在西方军援不及时 也成为了作战主力 乌军只能被迫踩被动式的防守 但是也发现俄罗斯的战术 似乎有了改变 驻守在卢干斯克的乌军 因此也改变了他们的应对策略 搭配侦察无人机 先掌握前方敌情 每一发弹药都得斤斤计较 因为这个单位用的 还是美国提供的MK19 自动榴弹发射器 原本实际射速 约每分钟40到60发 但是现在是省着打 更需要无人机 来当士兵们的眼睛 像是这一架Poseidon H-10 无人机就是在巴赫姆特 扛起夜间侦察的大任 他飞着 跟好的镜头 跟焦点 跟着目标 可以观察各种各种东西 可以工作 可以在那里 什么晚上 尽管如此 俄罗斯还是以压倒性的炮弹数量 狂轰乌克兰各大城市 这一周 俄罗斯的防守 已经使用了400架架架架架架 光是这个月 月初至今 乌克兰东南部大城 几乎被打了一轮 最新的受害者 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一栋五层楼的住宅公寓 门窗都被炸弹的震破给震碎 乌克兰还发现 这一次的飞弹残骸 和之前都不一样 怀疑俄罗斯又获得了新的神秘武器 这一炸辆车至少一死十九伤 而这一幕更令人逼声 用玩乐问答 观察小女孩 是否有被震波伤及视觉 因为这颗炸弹 就落在儿童游戏区的旁边 另外还有攻击基辅的飞带 当下从咖啡厅的监视器看到 猛烈爆炸把点心柜都震倒 但是当下女店员继续淡定煮咖啡 反而让她和这间小店爆红 如今变成了打卡景点 大家的愿望 几乎都是希望战争快点结束 而偏偏此时普钦又在放话 普钦在随时一处直升机基地时 反驳俄罗斯有攻打北约的意图 还呛一定会击落美国的F16 试图吓阻西方军援 而此时德国对于是否要给出金牛 做须翼飞弹 还在犹豫 德国有其右派议员唱反调 这都凸显出欧洲对乌克安的军援承诺 还存在着不小分析 TVB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一个战场来关注以色列总理 纳坦亚胡对于金工拉法的态度完全没有改变 踩过瓦砾碎片 以色列士兵在进到建筑搜索 搜到一半又连环开枪 怀疑楼层中还有哈马斯藏匿 这栋建筑就在乙军几个礼拜前就开始加强扫荡的南部哈马德社区 这里高楼林立搜索过程相当费时 相关的画面也显示乙军似乎没有要理联合国安理会的停火决议 就连北部西法医院附近的建筑都还是有激烈交火 画面中乙军突然大吼因为发现房间内有哈马斯丢出手榴弹 除了真实战火 其他加萨百姓也持续上演另一场战争 这是一场抢夺物资的大作战 由于各种食物缺乏 加萨居民得天天抬头仰望天空 然后死命狂追物资 就连物资不胜落海都不惜冒险奔进海中 最后因为海浪太大导致多人溺斃大海 这个月也不断有降落伞故障导致物资砸死人的悲剧发生 至于以色列多次放话要进攻的拉法 周三又有空袭发生 炸垮一栋建筑 军民从深夜徒手挖掘到天亮 却只能抬出更多遗体 甚至不禁怀疑起以色列是想报复安理会决议 美国各层级的高官这礼拜轮流苦劝以色列 但以色列就是听不进去 以色列总理周三和美国两党议员谈话时 态度也没变 他认为以色列距离胜利或许只剩下几周的时间 拉法难民理应配合搬家 义军这几个月从对加萨的战争到西岸的高压反恐 各种赶进杀绝行进争议越来越多 民众一觉醒来又看见外头地面流下斑斑血迹 以色列从一开始成为哈马斯突袭下的受害者 到现在已经被联合国人权专家冠上种族灭绝罪 甚至还和美国关系闹僵 虽然以色列一度因为不满美国在安理会 投下弃权票取消华府访问 不过他们周三又改变主意 同意在派遣战略专家到美国商讨有关拉法的后续计划 美国方面也透露 以哈停火协议虽然卡关 但还在进行并非没有希望 也辛苦人送货报道 至于今天时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的是退休的劳保年金跟新制的劳退基金 很多人都搞不太清楚 那么其实劳退基金是在2005年后改为新制后 个人的专用账户 由雇主提拨6%跟个人可以选择提拨1%到6% 每一年都会依据投资的收益做分红 上班时间忙着整理资料写专案计划 已经工作年资30年的Amy 开始做退休的生活规划 以及计划存有多少退休金 未来的退休生活不只要游山玩水 更想要充实自己 不过要存多少钱才够用 除了一般的劳保老年金外 还得额外做理财 像我们公司福利很好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用股票信托的方式去购买 我离职之后或者是我退休之后 我大概三年我就可以去动用到 我原本在在职所存的这些股票 我可以把它卖掉 这对我来讲是一笔劳保金 我的退休金 第二个的话是我现在的收入 我会做一部分的提拨去买基金 很多上班族都只知道 劳保老年起付的退休情领 对于劳退金并不清楚 也容易混为一谈 但其实劳退心志属于个人专户 还能有机会分红 至少有二三十%的员工 对他们会愿意去做自体 因为我们也会说 那个年度要缴所得税的时候 大家缴很痛的时候 其实你还有一个减免的方式 你可以透过劳退自体的方式 帮自己扫缴一些所得税 的确年轻的员工可能对这一段 因为他觉得他 月收入可能还没有到 他可以支配的所得的时候 其实的确年轻的员工 在提拨的部分会比较少一点 以公司内部的自体比例 大约两成 尤其对于新进的年轻上班族 自体的意愿并不高 不过人资专家建议 收入分配若是有余裕 就可以提拨部分薪资 当作存款理财 根据劳保局公告 2023年新制劳退基金 大赚大约4785亿6326万元 创下历史新高 收益率达到12.6% 也代表劳工能够分红 而且分红超过一成 也创下新高 在3月收益分配完成后 劳工可以透过劳保局 一化服务系统 或是劳动保障卡 委托的五大银行 以及邮政金融卡查询金额 我要申请一个劳动保障卡 就是好像我们那个邮局的信用卡 金融卡一样 它就免费给你一张 你拿着这个掌 你每个月薪水发新日 你就拿这个卡去刷ATM 刷出来 它里面就是你的劳工 个人退休账户 工可以自己提拨薪水的 1%到6%你自己选 可是呢 那个根据劳保局的统计 那个有去自提的劳工 占比大概就一成多啦 不到两成 而且去自提的劳工 大部分都是 薪水比较高的那一个族群 2023年参与收益分配的退休金 个人专户大约有1272万户 超过半数劳工分配金额超过2万元 大约是641万户 占50.4% 其中超过5万元 有319万户 占了25.1% 劳退从旧制改为新制后 尽管退休金的金额比较少 但能确保人人都领得到 2005年以前是旧制 那为什么要改新制 讲白话就是 很多那个老板 那个就把你的退休金的钱就挪用了 导致劳工领不到退休金 如果一样25年年支 新制领的退休金会比旧制的钱 大概会少2、30万 新制退休金 学理上叫确定提拨制 提拨 谁提拨 老板 他说他规定 老板一定要提拨 但是提拨的钱比较少 为什么比较少 因为他要确保 这个新制退休金的财务 不会倒 劳退 劳保 还有国民年金 三大退休金的 请领资格和方式 民众也得分清楚 以免丧失自身权益 TBB新闻 于兴汉 刘一军台北采访不斗 再来看300亿的租金补贴 上路一阵子了 预计到今年7月 会有50万户申请 不少民众表示 的确是有帮助 跟希望能够补贴更多 而内政部表示 如果申请户符合资格 将修正计划 也拟全数补助 毕竟租金指数 已经连续 31个月上涨 补助如果不能提升 恐怕真的还是沉重压力 轴金房内介绍格局 这是李先生 在五股成租的房子 目前租一二楼 远从台东北上来打拼 租屋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台北生活 比较不容易 所以房租很贵 那我们想要省一点 那当然有一点补贴 是最好的 李先生三年前 北上工作 因为有经济压力 当时有特别留意 相关补贴 近年来使用政府 300亿租金补贴政策 两成柔租金27000 一个月补助5000 李先生来说 这样的补助案 对他非常有帮助 有分三个阶层 第一类第二类 那我们算是 第二类的原住民补助 所以刚好又新婚 所以一个月补助5000块 我们最早期的6000 到2万到2万7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 但是虽然 虽然房价变高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 透过政府 给他们这样的补助 去找一些地方 这个物件它本身是 有领政府300亿 扩大租金补贴的部分 另外一位带着七小 从宜兰到高雄工作的 张先生 目前也在高雄租屋 同样使用了 300亿租金补贴计划 对于刚结婚生子 肩上扛着许多 经济压力的他来说 这项补助更显重要 我们年轻人来说 当然是相对容易的 你家里只要有台电脑 那你只要备好 相关的资料 准备好之后 只要他们网站上面 去做申请 就会进入生活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对于一些 不擅长使用 这些电脑工具的人 或者是对于一些 年纪稍微 比较年长一点的长辈 他们不见得 会使用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 对他们来说 身体上就会造成困难 房租在涨 老百姓生活大不易 政府端牛肉 租金补贴 显公交 内政部租金补贴 执行情况报告 租金补贴2.0计划 执行到今年底 预计今年7月 核定的户数 就会正式来到 超过50万户的目标 内政部将再提报修正计划 如果申请租金补贴 并且符合资格 将全数给予补贴 房租指数在2月达到历史新高 其实根据过去的房仲业者调查 都显示出 每年的房租指数 都会有将近2%以上的涨幅 那其实这追求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主要还是 这个通膨因素影响 那这个相关的这个租金 或是物价 都有上涨的趋势 300亿租金补贴方案 是2022年7月开办 中央2023年7月3号 续办租金补贴2.0 放宽适用对象 满18岁以上的学生 跟租屋民众都可以申请 截至今年2月底 申办受理案件将近61万户 核定件数已达到43多万户 不少民众表示 放宽门槛受益良多 更希望未来能把租金补贴提高 减轻压力负担 你如果都要涨 然后新房子都要盖 我们一直在住旧的房子 那你旧的房子的钱又在提高 那你不租的钱只有这样 我们还是要去负担到那笔 比较高的金额 毕竟租屋涨幅越来越高 屡创新高已经不再是新闻 去年11月租金指数104.7 12月104.9 两项都刷新了当时新高 今年1月的租金指数105.19 同样新高 2月房租指数105.37 再创新高 房租已经连续31个月上涨 专家分析租屋市场显示出通膨问题 带动租金持续走扬 年整率2%的趋势仍旧没有改变 根据一步点出 统计采样方式有差异性 可以解读房价趋势长期走扬 但第一线民众感受租金涨幅远超过数据幅度 近几年法令的修改 再加上通货膨胀 以及总统成本的增加 很多的房东就会直接把这些成本 转嫁到房租身上 那这也造成了房租不断的往上堆叠 所以我们可以预估的到 在未来的话 至少短时间之内 房租应该不大容易有回挡的可能 房租高涨 政府早要发 目前2025年到2036年 住宅政策新目标也已经拟定 目标新建25万户社会住宅 持续推动25万户包租贷管 50万户租金补贴 多管旗下便民服务 专家表示有政策疏解是好事 但整体效益仍要持续边走边改 观望整体态势 对于一些所谓弱势的族群 或是年轻人而言的话 可能政府也必须要有一些策略 来让这些弱势的族群 能够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安居 租金指数屡创新高 已经不再稀奇 如何在这波租金压力洪流下撑过去 政府牛肉补贴更显重要 TBA新闻谢谢来一名 台北产报道 随着家长跟老师对评鉴观念的提升 国内特殊教育更受重视 以往公佑的特教资源最多 有特殊需求的幼儿 大多都会进到公佑接受学前的教育 但公佑的特教资源却还是不够 前线老师的观察 不止释出的名额太少 就连非盈利跟准公佑 申请特教助理员4小时的协数时数 也比公佑的标准还要快 孩子情绪哭闹或者是他会有一些 自伤或者是咬人抓人的状况的话 那老师便是说额外他要做 另外一位老师可能是处理全班性的孩子 那他可能就是要个别协助 道出诱缘老师的辛苦 当班上特教学生出现状况 需要一对一优先处理时 同时班上还有一班学生要照顾 老师有时忙得分身法术 尤其虽然现在小子化 但特殊需求幼儿却反而增多 108学年度到今年的状况 大概是普遍总共人数 大概增加了900个人 那以这样的状况 我们推测应该是因为家长 对于我们的鉴定安置的流程的了解 学前老师他们的知识 特教专业资能是比较足够的 慢慢的他们发现了班上有一些孩子 他们会愿意帮忙把这些孩子转介出来 整体而言还是生多周少的状况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现有的需求 分为两种管道 以桃园市来说若经过评估之后 可被安排进入普通班 一班最多两位 至于经过专业新评教师评估 有特教班教育需求的学生 则可申请进入集中式特教班 一班八位学生 但老师却发现公佑市出名额太少 导致这些符合资格的学生 没办法进到公佑体系 不一定在幼儿园阶段 也许到国小他就可以回归到普通班 大班列为优先顺势 老师第一线观察 还是希望在小班就能先进入教学体系 而且不只在桃园 新北公佑老师也有同感 试出名额不足 教育部其实也有观察到特教生的比例 是越来越多了 也因此呢 特别是把学前特教的预算提高到了8.1亿元 但是补助师变多了 却有公佑的老师认为 他们所拿到的资源比非盈利还要少 他们是会用两个特殊生补 应该说半天四小时的助理去协助他们 但是在公佑部分 因为他鉴定进来会有减名额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优势 所以在助理人员的申请的时候 并没有给跟非盈利一样足够的助理 申请下来他可能就是给学前的 特殊服务的助理时数只有20小时 那20小时就变成老师在分配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到五早上 一到五的每天的半天请这个助理来 但是他要轮流跑班 非盈利幼儿园一个班级 若有两个特殊生 一天就有特教助理员 四小时的协助时数 申请比公佑的标准更宽松 对此交易部表示 观察到公佑的特教资源很不足 因此才会采用经费外加的方式 不调整到原有的公佑资源 协助各类教保服务机构 配置助理人员 早期的时候可能公佑特教资源 比较足 但这几年因为另外的经费 又去挹注了我们准公共 非盈利这一块 那相较之下 似乎公佑在得到的 那个特教资源上面 好像他并没有 随着相对应去增加的状况下 就会有一种相对性比较下来 好像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足够 但以公佑老师立场来说 助理员就是一个额外的失资人力 在特教需求增加的状况下 对于照看小孩是一大助力 资源分配可以思考应该更平均 有本新闻连之后 讯人讨论报道 很多人都知道三高是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是慢性病 但恐怕不了解 这三高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深 而根据卫福部公布的数据 其实2022年国人死因中 癌症死亡时钟呢 是每10分7秒有一名 但是三高反而更可怕 洗肾结束 护理师仔细检视病人状况 刚洗肾完也会比较疲惫虚弱 72岁的刘先生 一周会来医院做透析三次 一次四小时左右 在医疗团队的细心照顾下 目前病况稳定 刘先生有20年的糖尿病病史 这两年多开始洗肾 他说年轻时没有控制饮食 才会罹患糖尿病 其实饮食是最重要的 那我第一个我吃甜食 吃了很多 只要是有糖的我都喜欢 然后呢 我又喝饮料 我不喝白开水的 我都喝 那个有气泡的 果汁 反正就是有甜度的了 我吃重口味 就是说很咸嘛 那对肾脏都不好的 这个饮食习惯 其实就是得慢性自杀 到后来懂的时候 就觉得太晚了 刘先生说过去自己还会买成药吃 再加上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变 现在必须洗肾 而他也有高血压高血脂 刘先生说希望大家都能重视 饮食和生活习惯 避免三高 而糖尿病的供病很多 肾脏病就是其中一种 其实这几年糖尿病造成新发透析人口的比例是逐年往上 大概从十几年前45%左右 一直截至到2022年的数据 其实大概已经超过50% 所以也就是说在洗肾市 它的糖尿病的盛行率 其实是超过一半以上 属于糖尿病的患者 是算是肾脏病的高风险的潜在族群 所以在这些潜在族群 除了在控制血糖以外 一定要特别注意几个 第一个就是要监测肾脏功能 尤其是蛋白尿 因为糖尿病在出发的时候 造成肾脏的影响 它会以蛋白尿的表现为主 那这个时候可能肾脏功能还是正常的 不过蛋白尿出现 是糖尿病肾病早发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个时候积极介入的情况 会对后续的临床治疗会非常的有效 三高数万病的根源 不能轻忽比癌症更致命 根据卫福部2022年国人死因统计 癌症死亡时钟是每10分7秒 有一名癌症病患病逝 但三高慢性病的死亡时钟走更快 每7分34秒就有一人死于三高 引发的慢性病 而国人因为心血管相关疾病死亡 死亡率超过肺癌和肝癌 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就是三高肥胖缺乏运动吸烟等等 国界署2018年运用三高追踪资料分析 结果发现有高血压 高血糖和高血脂的人 比没有三高的人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分别高了1.8倍 1.5倍和1.4倍 我们大概在一些研究上面 还有我们临床上 大概是得到糖尿病超过5年的时间 就会开始栽减一些小血管的病变 就是一些肾脏 还有视网膜的病变 那视网膜的病变的话 就是会造成我们视网膜 跟黄斑部的问题 那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失眠 那第二个的话是大血管病变 大血管病变主要就是心脏 跟一些比如说中风 比如说一些心肌梗塞 跟中风方面的问题 那那些可能会比较久之后才会出现 可能大概十年之后 而在三高中 高血脂最难被察觉 无法在家自行量血压或测血糖 一定要抽血检验才知道 所以很常被忽略是隐形杀手 所有的心脏科医师 我们在跟病人卫教高血脂 高短固醇血症的这一块 其实是在强调所谓的LDLC 就是低密度脂肪短固醇的 这个指数偏高的这个中药性 因为LDLC这个东西 它会累积在我们的血管内皮下沉 那当LDLC的指数过高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周状硬化 导致血管的斑块的部分 会累积在血管内皮下面 就会从本来是一个平平的一个薄油路 会变成一个凹凸不平的 这样子的一个泥巴路 那这样子的一个泥巴路 假设如果说不好好处理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所谓的土石流崩塌 也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 高血脂控制差不多两成 跟饮食和运动有关 有很高的比例跟基因有关 可能要服药控制 像是家族中有人有心血管疾病 就有很大的几率会高血脂 医生建议男性超过40岁 女性超过50岁以上 最好定期检查 心血管疾病常常一发生 就是难以挽回的遗憾 注意三高能防范很多疾病发生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杰 台湾不到 卫福部前阵子宣布取消医疗机构 挂号费调整的备查制度 而这个消息一出来 有些民众跟团体就担忧挂号费无上限 不过医界就表示了 其实本来挂号费在过去也就没有上限 只是现在不用再报备地方卫生局 嘴巴张到 后人会不会痛痛 不会 我会先开三天的药给你 你先吃 如果真的吃的好了 你不用回来也没有关系 医生仔细帮小朋友检查 问诊完后可能不少家长或民众 很常听到医生说先开三天的药 这是因为之后如果还不舒服再回来看 到时候医生也可以依照病况调整药物 而不是一次开太多一样的药 另外这也跟健保署审查有关 健保最大的问题就是 有一种事后审查的一个机制 这个事后的审查 让很多的医疗院所的医师 会有一点不安全感 那现在有一个制度就叫检表 检表就是说三天他固定几乎66块 那他不会去审核你 你要开什么要由你自己去决定 这种默契 那这样的大家都安心 要不然的话如果今天我开了很多天 要变成一个专案的时候 那么健保署就有可能会事后的审查 审查有可能帮你核三 核三之后你就血本无归了 只是患者病况千万种 很难用统一标准去含瓜 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益然说 如果患者病情需要吃七天抗生素怎么办 第一种方式就是请病人每三天回诊一次 第二种诊所向健保署采专案申请七天的药费 但就是诊所得先帮病人付钱的意思 有可能被核删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让患者自费负担后面四天的药费 也不必多跑一趟再回诊 拿自费药并非就是医疗院所要赚钱 民众觉得现在看病越来越贵 有部分医疗院所调整挂号费推自费药 最近卫福部取消医疗机构挂号费备查制度 也就是过去有提供一个参考范围 但不强迫遵守 门诊挂号费0到150元 急诊0到300元 现在不用再告知地方卫生局 形同取消挂号费150元的上限 有些民众和团体担忧 医疗院所会大涨 而医界强调在过去本来也就没有上限 只是现在不用再报备 大家来想一件事就是说在14年前的话 事实上当时挂号费的参考范围是150 不要超过150 可是当时的我们台湾的基本工资才17000多 可是经过这14年 我们的台湾的基本工资已经到27000以上了 那你说挂号费还只能限缩在150的范围内 那这确实是非常为难基层诊所 跟我们这些医疗机构 台北市的这些所谓的租金的一个费用 跟土地成本的费用 一定是跟屏东南投这些地方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用一个很概括性的 一个限缩范围的一个参考费的一个范围 去规范全国性的所谓的挂号费 都要在这个框架里面 其实现在很多医疗院所的挂号费 引起的激烈讨论 追根究底是健保制度对医疗的钳制 健保总额成长率赶不上民众医疗需求的增加 新药 新科技 水电费也都在涨 医疗机构的财务缺口越来越大 我觉得大概最近这一两年吧 确实比较多的医疗机构 有调涨挂号费的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觉得分析起来这个主要的原因 当然第一个因为这两年两三年的物价成长 非常非常的明显 第二点就是当健保的点值在这两年 又恶化的非常厉害 那我举个例子台北分局 医院总额的第三季 就是今年的第三季 最新的资料 它的浮动点值只有0.77 也就是一点 它健保署只实质上给你0.7毛7而已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医疗机构的财务 有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医疗院所向健保申报的费用 一点不等于议员要被打折 我们想让健保永续 医疗有好品质 医护人力不流失 除了不滥用医疗资源 还得扩大对医疗的投资 或涨健保费 政府和人民思维都得改变 TVBS新闻 张正安王一杰特不倒 台北大巨蛋启用之后 也带动话题 让全台掀起孵蛋风潮 但是台湾要是真的有这么多巨蛋 需要吗 开工顺利 等了19年 历经三任市长终于台中巨蛋举办开工典礼 新北有这个调制 也有这个能力 让我们新北市更多人 在这个多人的场馆里面 能够尽情地发挥 就在台中巨蛋动工的前几天 新北也喊出想盖一座巨蛋 而且希望比大巨蛋更大 能容纳五万人 巨蛋风潮似乎成为各县市大型场馆 所打出的卖点 以往北部的大型演唱会 都会办在台北小巨蛋 而如今台北大巨蛋已经正式启用了 场地比较大 设备也比较新 也因此成功带起话题 不过不只是台北小巨蛋 以及大巨蛋 纵观全台湾的巨蛋就有至少十座 目前六都有的巨蛋数量 台北就有两座 容纳人数 当然大巨蛋最多可以有四万多人进场 再来新北有林口小巨蛋 和高雄巨蛋一样 可容纳1.5万人 至于桃园巨蛋较小 座位数近1.1万 而台中巨蛋正在盖 台南小巨蛋也在规划 除此之外 竹北 苗栗 花莲 金门 各自有小巨蛋 但想盖一座 耗费的成本相当可观 想要孵蛋 内需市场真的足以支撑吗 新北的话 那要看它盖到哪边 那跟现在的巨蛋两边的距离 还有能够分散群众 能不能举办国际赛事 它是要看场地的规格 以及就是说 我要有一个能够保证 我这一段时间能够办完这个比赛 也没有规定说 你一定要有个壳才能够办比赛 巨蛋体育场 重要的是它到底这颗袋里面装的是什么 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巨蛋的球场 第一体育馆 大家会慕名而去 是因为曾经它办过奥运 它有经典的赛事 因为它可能就代表一些历史 代表的意义在 那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么多赛事 或者是有这么多的大型的演出 换言之地方政府想靠孵蛋吸引人流 盖得起也要养得起 一年万人演唱会能有几场 如何永续营运才是关键 重点不是巨蛋多寡 而是这颗蛋的发展性 能达到哪些经济效益 你多这样一颗巨蛋 有提到说那球团买单吗 我们先用这个例子来看 那卫权平常在天母球场 几百块大概五六百块可以看得到 那今天如果要到巨蛋 要花超过一千块 初期几年没有体验过的 大家可以去热闹热闹一下 但是长期而言的话 那这样子的这个球迷的接受 直篮直棒都已经有固定场地 入办在新的场馆 租借费势必就会提升 再转嫁到球迷票价上 长期真的能买单吗 而国际赛事或表演赛 这类比赛一年不超过十场 专家点出靠演唱会球赛 巨蛋恐怕营运很吃力 还得融合周边商场住宿 台北大巨蛋的园区里面 未来会有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以及SOGO百货公司的进驻 也就是你必须要除了引人流之外 还要让这些人可以从早到晚 都在巨蛋园区 那这时候的观光经济效益 才会发挥的最大 第一个你自己要有很好的 供应的内容 第二个你的市场 绝对不能止于台湾 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比较多的巨蛋 才有可能让每颗蛋都活得 会有它的经济产能出现 地下人愁的台湾 真的需要这么多座巨蛋吗 越盖越多 会不会最终变成国内场地 竞争激烈 而且打不到效果 也得担心是否沦为文子馆 只为了解决短期需求 却创造更大问题 巨蛋要盖不是不行 得有差异性 找出各自袭警特色 推本新闻 叫换文周宣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